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所以吴国它并不是一个大国 在春秋时期比较弱小 吴国为什么会强大起来呢 这样我们就得从现在我们所说的秦埃公即位的这个时代 回到九十年前 说说它怎么强大起来 几十年前出了这么一个事 也就是镇国 我们知道中原在现在新镇一带的镇国 这镇公是那个女儿 这镇公什么时代 她就是和静文公 秦末公同时代 她是那个女儿 这女儿呢 长得非常美 美到什么程度 小说家们用各种各样美好的词语 堆系起来去美她 她恐怕也不够 总之 这是美极了 据说这人呢 在家里 他就不太守护道 小时候就和他同父异母的 你哥哥 叫做子蛮 发生暧昧关系 左撰里后面有提到一句话 嫁给谁呢 嫁给了陈国的一位官员 他的名字叫夏玉淑 夏玉淑 娶了这个 这末公的女儿 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的名字叫夏南 自真书 所以一般称他为夏真书 但是夏玉淑又死了 就留下这母子二人 就是夏姬和夏真书 住在陈国 因为夏世有一个封 这个封地呢 叫做朱陵 他们住在这个封地里 国君陈陵宫 还有他手下两个大夫 一个叫孔陵 一个叫怡心妇 这君臣三人 都和夏姬发生隐乱关系 所以他们车来车往 这个事情当然是瞒不住的 大家都知道了 老百姓都知道了 老百姓最讨厌这种行为 你说国君给我们做个榜样 大夫们给我们做个榜样 做什么榜样啊 就这样 君臣三人和夏季通营 而且他们就在朝廷里边 陈宁宫 孔宁 宁心妇 每个人就掏出夏季的内衣 在那里炫耀 夏季给我什么呢 夏季给我什么呢 你看看 这个国家还像个什么国家 有没有明白人 有 有一个叫谢也 这个明白人就提出问题了 跟陈宁宫说 说你这样不对 国君大夫是百姓的榜样 你们这样宣营 那么老百姓的榜样在哪里呢 那他们向谁学习呢 说去去也很难听啊 那陈宁宫说 大夫 我改不行吗 就和我们前面说到了 那个金宁宫一样 我改不行吗 反正用着这个林字的 就没个好功 是吧 我改不行吗 但是他改不改 不改 陈宁宫把这个事 对孔宁 宁心妇一讲 孔宁 宁心妇就出个主意 把那个杀了 谁要得多嘴 但是陈宁宫不说可 也不说不可以 这就冒许了 所以孔宁宁心妇 就把那个能够直言的 这个臣子 这个大夫 叫做谢也的 给他杀掉了 但这种行为啊 长期下去 这成果真是国将不国 有一次 陈宁宫 孔宁宁心妇 在一起喝酒 喝着喝着酒吧 指着那个夏兰 夏征书啊 说 说这孩子长得像国军宁啊 陈宁宫说 我看长得像两位大夫 这不就意味着是 说这个夏征书 那就是个杂种 对吧 一个刚刚 外入成年的小伙子 受得了这话吗 受不了 他出去了 等在外边 等到陈宁宫出这个房的时候 这个夏征书 躲在马棚里 就是一箭 啪 把他射死了 陈宁宫就为这丢了命 那个孔宁宁心妇啊 吓得慌不择 一路不知怎么跑的 就望着楚国的方向 就投靠楚国去了 到楚国搬兵去了 因为咱们的国家是楚国的书国 跑楚国去了 这个时候的楚国可是大命顶顶的 楚庄王霸主 一代霸主 我的书国里怎么允许这样的事情 楚庄王不允许什么样的事情啊 是不是陈宁宫军臣宣隐的事情啊 不是 不允许犯上捉乱 是军的事 所以呢 派军队到陈国 干脆把陈国借这个机会给他灭了 然后把那个夏征书 夏兰 就夏基的儿子抓起来 处以急刑 车裂而死 也就是无马分尸 说楚庄王这个处理 他就是维护一个国君的权威 国君的地位 至于说那种淫乱这个事情 他并没有觉得怎么样 成国也灭了 把他设个县 楚国的一个县 那个郡县呢 由秦国开始 楚国现在也干这个事 每个国家设一个县 就像一个人 还给他 那种淫义的 或者是 我可以蒙 那种淫习这个事情 便延连 所以 不是 离开 最强生的时候 那就是在吴王赫鲁 吴王赫差的时代 但是还远远不能够和楚国相比 因为楚国风的地方最小 只觉叫楚泽一小地方 五十里纵横 这样他们很早就向东方顺江而降 占有江汉平原发展起来 他们领土最宽阔的时候 西起重庆 东到山东河南 发展到黄河流域 西南到贵州 在南方到广州 向东发展一直扩展到江西 安徽 浙江 江苏 所以楚国的领土 差不多相当于诸侯国领土的组合 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和楚国相比 面对陈国宫廷内下机遇军臣的淫乱行为 楚庄王并不以为然 真正促使他出兵陈国的 是夏南的士军行为 于是楚庄王借此机会灭掉了陈国 但是这一行为却遭到了一名大臣的反对 那么究竟是谁在反对一代霸主 楚庄王的扩张呢 在楚庄王见到下机之后 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设了县之后呢 楚国有一个大臣 一个很有先知先明的大臣 叫做申书石 风雨申 父子两个儿子叫做申书桂 那都是很有远见的人物 灭了陈国之后 所有大臣白官都来向楚庄王祝贺 你又取得了一大胜利 又得到这么一个国家 把它做一个县的管理 大家都来祝贺 来敬酒 申书石正好是出差归来 见到楚庄王汇报了 我这次出差工作的情况 不声不响退出去了 那楚庄王说你站住 百官都向我朝贺取得一个胜利 你干嘛啥都不说呢 什么你 申书石就说 我可以做一个辩解吗 楚庄王说可以 申书石就说了 他说打个比方 有人啊 他的牛走到别人的田里 践踏了人家的庄家 这固然是一大错 你的牛跑到人家田里 践踏庄家 还吃庄家 这个当然是大错 但是地方呢 就把这牛给牵走了 谁让你冒犯我的 把牛牵走了 就这事咱们怎么看呢 牛踩他的庄家这是大错 但是你把人家的牛也给牵走了 你是更大的错 这个陈国 下征书弑军 这是大利不道 您带军来镇压 处理了下征书 这是完全正确的 是您作为一个大国国军 应该做的符合道义 但是你就此把陈国给灭了 这就做过分了 人家会说您不是为了伸张正义 您带军来说为了借这个机会 扩张领土 得到陈国的领土 这您是不好听的 楚商王一听这个道理 说我现在 把这个土地还给陈国 行吗 申述师就说了 那当然 这个就叫做 把自己怀里已经得到的宝贝 拿出来交给别人 能够这样做 敬佩林 所以 楚商王又把这个成果给恢复起来了 恢复起来之后 楚商王说我得看看 陈宁宫 宝宁宜移兴福 三个人和那个夏季通奸 那夏季什么样呢 年龄也不小了 你想一想 他是晋文宫 启末宫时代的 你说现在 不是三十大级 你看看 哪知道一看呢 楚商王觉得太美了 我也想要 他想把他纳入后宫 使到后宫做个妃子 这时有个人跟他说话了 这一个人呢 叫深宫乌臣 他是很有远见的 他的远见还不在这 为国军考虑远见 为自己考虑也有远见 这人啊 他就跟楚商王说了 他说您这样做 就得小心了 因为您带着军队来 镇压夏季书 完全符合道义 是尽德上德的行为 但是如果您 就此又娶了夏季书他妈 这叫什么呢 这叫赢的 如果说你前面立了 这样大的功 上德 尽德 而现在有弄个 淫荡的名声 那就要受到惩罚的 所以呢 这个尽德 提倡德 而慎重地对待法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您这样做 就违背了我们的初衷 你想您是谁啊 您是一位伟大的君王 不能做这事 楚商王这个人啊 能够重见如流 这一番大道理说出来 好 咱不娶了 不要了 所以楚商王就没娶他 但是楚商王 他有个地点 叫做子反 又叫做子侧 这个子侧呢 是大司马 所以我们称他为 司马子反 或者司马子侧 掌管楚国军队的 他说我想要 他又看出下机 他想要 深宫乌臣 就对这个子反说了 说我告诉你啊 这个女人可是不祥之人 在这个时候他提到 这个下机 没有出嫁的时候 曾经和一个人 司通 这个人是他哥 叫做子蛮 子蛮怎么样呢 死了 就死了第一个 出嫁了 嫁个夏玉叔 夏玉叔怎么样呢 死了 好 接着陈寗宫 一心腹孔林和他通奸 结果呢 陈寗宫死了 死了三个了吧 然后接着 他的儿子 因为这个事 被吴马分尸 又死了 四个了 还有呢 那两位大夫 孔林 一心腹 出王逃跑 你看看 这可是不祥之人 谁要娶了他 那可就是找死 天下漂亮姑娘 多的是 你怎么就看中他呢 这个子反听到 这么一番大道理讲来 很吓人的 说算了吧 咱我也不娶了 夏金怎么办 由楚庄王下个命令 把他架个咱们楚国的一位将军 联营香老 那知道一架联营香老啊 这联营香老在 禁楚壁之战中 被禁军 射死了 丢了一条命 而且呢 连尸首都找不到 这种事还没完 其实深宫乌臣呢 心里早就打好了主意 他就给夏基去了个信 告诉他 你啊 先回娘家 他娘家是什么 郑国 先回你娘家郑国 在那里等着 我来娶你 又发生了一件战争 就是晋国 攻打齐国 齐国感到危险 向楚国求救 楚国呢 说救不救啊 咱得派人去考察一下 是个什么状况 值不值得一救 派谁去 派的就是深宫乌臣 深宫乌臣去的时候 就有他的打算 把他家庭的全部财产 什么精硬细软 全都一股了 带上了 全都装车 带上了 深宫乌臣 跑了 到了齐国 完成了外交使命 也达持了 救齐国的这个协议 然后齐国 证书了很多礼品 深宫乌臣呢 这个不贪 这不是我的 打发他的副使 你把他送回国去 交给我们的楚王 就是楚庄王 自己不回去了 他辗转 就到了郑国 那是夏季的娘家 就在郑国 所以深宫乌臣 像没像样的 向郑国的国君 提出求婚 这里就把夏季 去了 他们成就了 一对夫妻 然后在郑国 是待不下去 郑国这么小 那楚国要找 郑国的麻烦 因为这个事 找麻烦 你还给郑国 带来麻烦了 所以 我都走 走哪去 到靖国 因为能够 给他提供保护的 只有和楚国 对等的靖国 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 是不是 我可以让他 认为 一切都在 和国 是 有 有 这 真的 是 突然 努力 什么 没 没 有 最 最有名的诸侯就是十二等 那么这些国家和什么等级的划分呢 就是公 侯 伯 府 南 五等 五等之外叫做附庸 附庸没有独立的外交权 不能够平起平坐 但是附庸 比如说秦国就像这样的一个小国 深宫乌臣表面上不让楚庄王和他的弟弟子凡迎娶下击 是为楚国考虑 然而在他内心当中其实早有打算 那就是自己迎娶下击 又怕楚庄王与子凡怪罪 于是远走他乡投奔晋国 希望时间可以让此事慢慢被淡忘 然而一切都出乎了深宫乌臣的预料 后来甚至引发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那么在深宫乌臣投奔晋国之后 楚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他到了晋国 晋国给他关注 他也给晋国出了很多地 侍奉了几年 但是楚国国内还不会就此了结了 你想想啊 那个子凡就楚国大司马 司马子凡那是楚庄王的弟弟 他说我到现在我才明白 他让我们大王不要娶他 说娶他坏名声 让我不要娶他 说他是个不想之人 娶了要死人的 原来是他自己要娶 把我们兜个骗了 所以子凡恨的是咬牙切齿 子凡就向向大哥 向楚庄王提出建议 咱们不惜重金 贿赂晋国 让晋国做出一个决定 终身不如用这个深宫乌臣 让他在那做不成官 但是后面的楚王换了一个 楚庄王去世了 楚庄王的儿子楚公王 我们前面说过楚公王这人 比较威和 也比较能够体谅人 楚公王他说 叔叔啊 王叔啊你可不能这样做啊 这个你想想啊 深国乌臣为他自己打算 这个是绝对错误的 一开始就为自己打算 他就想娶下级 这肯定错误的 但是他为我们 为我父王打算 为楚庄王打算 说楚庄王为了名声 以示来惩罚乱臣贼子 怎么能够娶他母亲 他这个是对父王的忠诚 咱们这两说话的两说 他自私要娶下级 这是错误的 但是他不让我们父王娶下级 是正确的 但是楚公王 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啊 他当时做太子 父王又娶一个小老婆 要喜欢小老婆 再生一个小弟弟 这小弟弟不管他多大 到时一喜欢他 太子换了 换成他 你说多麻烦的事啊 所以楚公王心里非常感谢 圣公乌臣没让我父亲 娶了个下级 那娶得不得了 麻烦事多的事啊 楚公王说出来的道理 还是冠冕堂皇 说他阻止我们父王 娶下级是对的 他自私自利也是错误的 你至于说 我们要用重金去贿赂 让他们永远地不要怒用 深宫乌臣 这个就没必要了 你想想 我们给多少钱 有作用吗 如果说 他在禁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很有用 那么禁锅 不管你给多少钱 我就得用它 如果说深宫乌臣 在禁锅没发挥什么作用 没发挥财能 我们不给钱 不去贿赂 禁锅 禁锅也不会用它 对吧 这话说得再点 子凡无话可达 社国乌臣在楚国 还得罪了一位 重量级人物 比这个子凡还厉害 他和子凡也是弟兄 都是楚庄王的弟弟 这个楚国王的叔叔 而子仲呢 子仲呢 现在做了楚国的令营 深宫乌臣怎么得罪子仲呢 想当年 这个子仲啊 去打仗 打宋国立了功 回来就向楚庄王请求 把申女二弟封个王 楚庄王说 行 你有这么的功劳 申女二弟 两个地方 封个子仲 但深宫乌臣那个事 不是还在楚国吗 就找楚庄王说了 这可不能 申女二弟 是我们兵父的主要来源 我们对付北方的时候 主要靠那里受兵父 如果把这个作为赏赐 给了私人所有 那么我们没法对付北方 经过郑国的影响 会达到汗水流域 楚庄王说 你说的也对 不给 所以子仲心里早就恨上了 申公乌臣 那么现在 楚国有几个人 最痛恨申公乌臣 两个 令营 子仲 司马 子凡 弟兄两个 都是楚庄王的弟弟 楚公王的叔叔 他们请示楚公王 楚公王不愿意惩罚 这个申公乌臣的家族 但是这两位权力在手 所以他们干脆 一不做二不休 就把申公乌臣 留在楚国的 同族的人 全部给杀光 他们这几个家族 都可是非常富有 所以他们一分 哪一家归哪一家德 哪一家归子仲德 哪一家归子凡德 把他们的家产 也全个分了 这是申公乌臣 投奔晋国之后 申公乌臣写信 格子凡子重 我告诉你们 你们一惨特手段 专门说人坏话的手段 去蒙蔽国王 杀害无辜之人 把我们的家族的人 都给杀害了 我告诉你 我要叫你们 疲于奔命而死 从此产生的一个成语 叫做疲于奔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就是同时并存的两个州 东州 西州 然后宋 魏 中山 这五个国家 他们有千两兵车 那也就是说 他的军队人数也是七八万 申公乌臣虽然逃奔晋国 但此事在楚国并没有因此而平息 楚庄王的弟弟子凡 对申公乌臣恨得咬牙切齿 在向楚公王提出派兵讨伐晋国不成之后 他联合申公乌臣的另一大仇家 楚公王叔叔子仲 将申公乌臣的同族全部杀光 以泄私奋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 正是他们这一举动 引发了楚国更大的危机 甚至一度危及了楚国的安慰 那么远在晋国的申公乌臣 到底做出了哪些报复的行动呢 华中师范大学刘星林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春秋战国记第十集 下机之祸 我们说申公乌臣是很有才的 这个事主动向晋景公提出 请求 说我现在作为您的使臣 到吴国去 完成您的一个愿望 就是竟无联合 共同对付楚国 吴国的军力不强 缺乏训练 不懂得水战 不懂得车战 这个都需要我们去教 晋景公当然高兴啊 终于有了这么个理想的人 去沟通晋国和吴国之间的关系 然后呢 夹击楚国 多好的事啊 所以呢 身过乌臣在吴国 叫这个吴国人 怎么样的去和晋国联合 叫吴国人怎么样的对付楚国 我是楚国人 我还不知道楚国怎么对付啊 楚国每个人性格 我鸟入执掌 怎么对付楚国 所以强大的楚国啊 都吃亏在什么地方呢 吃亏在它内部的混乱 然后导致有才能人出门他国 都说楚人爱国 但楚国人出去呀 这个来对付自己国家的人也不少 包括后面我们要讲的 吴元吴自虚 都是这个样子的 身过乌臣把儿子放在吴国 为吴国训练军队 内政外交 啥子参与 这样一来 吴国迅速地强大起来 这就是晋国利用楚国的叛臣 深宫吴臣 辅制了一个强大的吴国 吴国要向楚国挑战 这话放到这里 我们现在回到刚才的一个时间段 一个时间节点 就是现在是秦国的秦埃公当政了 秦埃公当政的时候啊 楚国 楚平王 就向秦国求婚 求婚 这女儿呢 也是一个美女 跟谁求得婚 跟楚国的太子 名叫剑 剑舍的剑 跟太子剑求婚 那知道这中间呢 就有一个奸臣 他到秦国去迎亲回来 这个人叫费无极 他就对楚平王说了 秦国类姑娘太漂亮了 绝世佳人啊 大王啊 您还不如先自己娶了 所以楚平王呢 他也是个婚君 一看着姑娘确实漂亮 行 自己娶了 说娶就娶 而且就在当年 就是那个儿子 这个儿子就是 下一任的楚国的国君 楚昭王 太子剑呢 只好逃跑 因为他父亲 强了儿子的老婆 你对我不满 首先要采取 对太子剑采取行动 为什么 他会不满的 要追捕 就要太子剑逃跑了 逃了送过去了 那么太子剑的师父呢 这就父子三人 父亲叫武师 两个儿子 一个叫做武尚 一个叫做武元 武元就是武子区 楚昭王 为了把这个武家 斩走出根 避免他的儿子 以后报复 所以就命令武舍 写封信 让你两个儿子 到京城来 他来了 我免你一死 不来 我就杀你 武舍写信 给他的两个儿子 武尚和武元 这弟兄两个呢 武尚啊 忠诚老师 做个孝子 说父亲死也好 住老也好 我去陪着 他就陪着父亲去世了 是被杀了 而武子区呢 不甘心 咱们这武家的 深仇大恨 我们是世世代代 为楚国服务的 这种深仇大恨 不报 废君子 所以他决心要报仇的 他就也出王了 先到宋国 再到郑国 还带着太子剑 太子剑在郑国 被人杀了 太子剑还有儿子 他又带着跑 最后呢 终于是过招关 跑到了吴国 但吴子序向吴王聊 说明情况 要求吴宾 带着吴宾 去打楚国 报仇 有个人反对了 谁 公子光 吴子序一看公子光 就是有意志 不同 有意志 他就想 夺位 做国王的 所以吴子序 想尽很多办法 去找了一刺客 这个刺客 叫做专珠 善用的剑 叫鱼长 所以这个专珠 就未练这一手 练了好久 练成了一道好菜 最后他把这个菜上去 把这个鱼打开 一扒开 一把鱼长剑 宝剑 一剑就把吴王聊刺死 这样一来 就是公子光 就做了吴国的国王 他就是不久之后的 又一代霸主 这个霸主 就是吴王和吕 和吕成功地夺取了 吴国的王位 这个事儿当然 非常的信任吴子序 而他手下还有当时一位 难得的军事家 就是孙武 有他们两位的辅佐 又前面深屋吴臣 以及训练好的 能征善战的军队 所以现在向楚国报仇 就比较容易了 在报仇的过程中 基本上就是吴子序 和孙武在来的安排 最终呢 是史无前例的 吴军进入了楚国的都城 楚国军臣都逃跑了 楚国遭到彻底的失败 我们要回顾当初 吴子序出发的时候 和他的朋友有一段交谈 吴子序说 我一定要借吴冰报仇 但是他的朋友申报序说 你能灭楚 我能复楚 因此申报序 他就跑到了秦国 但是秦国现在不愿意出兵 但是申报序说 咱们楚国现在是处于什么状况 国破 家王 知道前所未有的耻辱 所以他就在秦国的朝廷里 墙边上靠着 七天七夜 水米未尽 一直在那里哭泣 哭了七天七夜 终于感动了秦埃公 秦埃公觉得 楚国有这样的臣子 不管他楚王是个什么样的 昏军 咱们得救 秦国这一支军队 这一次来拯救了楚国 打败了吴国 楚国慢慢地又恢复了元气 大秦没有能够一路的高歌母进 外部的环境 会是秦国在帝谷中再次崛起 不环境 这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请关注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